HELLO 又是 Back to Basics 煮東西吃時間啦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這個就是Blessings 客人一定會的Fetch Brownies 你們預熱了焗爐之後就可以把這張牛油紙放進褲子裡 首先就在四個角落畫了四個印象 然後就用剪刀去剪開四刀 就可以把這張牛油紙放進褲子裡 同時也會把牛油紙放進褲子裡 也會把牛油紙放進褲子裡 剪完之後記得把牛油紙反轉 因為你剛才用完畢的東西就要向外面 你們把這張耳朵套進去就可以把牛油紙放進褲子裡 就可以了 如果你們不想整體這樣去焗 你也可以用好像Cup Cake的方法 用Cup Cake杯和Cup Cake的字去做它那個Base都可以的 準備好牛油紙放進褲子裡 預備好牛油紙之後 就記得把朱古力煮熟 我們就可以把丁軟或者放軟的牛油紙放進碗裡 然後用電動打單器把它打到變遲色 其實你用手動也可以的 但是會累一點點 記得每一次打東西的時候 都經常要用膠刮 把旁邊的東西刮到中間 你所有東西就會打得比較均勻 現在我們就可以把砂糖加進去 然後把它用電動打單器打到它比較白色 它打到淡色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一隻雞蛋 我這裡就是用半份食譜 所以我只放一隻雞蛋 但是就算你是做全份食譜 你也是放了一隻雞蛋 打均勻了 再放另一隻雞蛋 繼續打均勻 否則那些雞蛋和油會分離 打不在一起 全部拌勻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上雲呢奶油 混合後可以將可可粉和低筋麵粉過篩 加入牛油 過篩後可以加入鹽 混合後可以用膠掛把剩餘的麵粉混合 混合後可以加入巧克力 拌勻就可以入爐 混合後可以加入 搁熱油 混合後可以加入 混合後可以加入 青菜 混合後可以加入 攪拌 入鍵中 我們把brownies放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一隻蜜刀或匙羹 把蜜刀撥平 最重要是要確保四隻蜜刀 都是平均有fudge brownies的蜜 在那裏 然後再用一隻蜜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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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一下蜜刀 35分鐘後,如果用牙籤測試,不黏著牙籤就完成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就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見